2022年的8月19号 23号线传来最新的施工进展 23号线上海体育厂站 地下连续墙草壁加固开始施工 这个地下连续墙就是吊装下去的 所以这个加固工程呢 是23号线北端终点站的一个重要的工程 因为这个工程是在上海体育场地块之内 沿天越桥路南北向布置 是这个地下两层单柱双跨局部一跨 一岛一侧式的车站 说起来还挺复杂 但是不管怎么说将来建成以后 你就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 这个23号线的上海体育厂站 和它将要换成的4号线的体育厂站 有什么区别 但是这是叫路慢慢去修远西 我将上下求索 23号线自上海体育厂站 沿东屋路一路到这个浦江 然后这个从紫东路一直到敏航开发区 其中在东川路换成换五号线的时候 将废掉五号线一段路 所以这个23号线的进展 应该影响还是蛮大的 对于整个无精地区的发展 也非常的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位结� Schmid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